然后复习一下网络出问题的到底怎么检查 这个最重要 前面讲的命的都是知识 你通过知识解决问题才是重要的 网络及服务故障的一个排查 比如我们老板教育的网站是不是有问题 那我们第一步是怎么排 我看Ping通不通 www.1天天.org.k通不通 OK通 我这个sorry 我这个做解析了 我们用autoball.me替代 先看通不通 通现在是对不对 那如果要不通呢 如果要不通的话 有可能ISMP协议被禁止了 首先说Ping吧 Ping是ISMP协议 Ping通没通 我们就认为高速公路有没有修通 这个形象的比喻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但有的时候人家服务不开协议 这个服务会Linux吧 他会禁止ISMP协议 他不管防火墙禁止的 还是说通过内核文化禁止的 他可以禁止ISMP 但绝大多数一般都不会禁止 然后我们就可以Ping Ping I是次数 I是什么 I是间隔 C是次数 S是发包的大小 我发多大包 其实Ping的原理 就相当于我发一个小包探测一下 看你能不能回来 相当于看着路有没有通 所以Ping就是发包过去 然后对方服务去响应 回来的过程 你可以没有这么多阐述 你直接Ping就可以了 这个是Ping 高速公路有没有修通 第二 我们用Trace 我们叫所谓的Trace Trace 将来网络不一定是说访问不了 他可能是网络抖动 不稳定 一会好一会坏 这种问题 你就得要联合排查了 Trace Trace root Trace root Trace root 应该有一个参数 不解析 是不是-n 很快 很快吧 好像是-n 慢 Trace root 收一下-n 不PPIP地址 好 -n 好 我们就Trace -n 实际上这是干嘛呢 我们前面不是讲一个图吗 讲一个那个 这个图对不对 Trace Trace 相当于你在你的客户电脑上 在Trace 是经过每一集路由的情况 就这一集路由之间 这集路由之间 有没有问题 明白吧 你看我Trace百度是这么多地址的 那你看这些地方就有点小问题 可能 将来如果你访问南方的广州的一个网站 你从北京去追 你发现他像他相当于开火车 开开汽车一样 他先经过了河北 河北网通 然后经过了山东 古贯网 然后经过了湖北 经过了西安 然后再到江西 然后再到广东 他有一个过程的 他对上每一跳 这叫跳 每一跳和另外一跳之间经历了多久 你都能看到的 然后你反查IP 你发现这IP可能就是 某一个省的地址 比如说我用 ip138.com 北京 这还没出北京呢 就到这个位置 还没出北京呢 对 宝石 有的时候他主导了就不行 我看一下Windows T-R-A-C-E-R-T 这是Windows的命令 我不看绑子 我看QQ.com QQ不到深圳 杠地 Windows杠地 不解析 我记得XP是在后边没问题 2003也没问题 一带W7就不行了 这是跟踪路由 看没有 完成了 有一个软件 它能让你直接把这个IP变成名字 哪个点哪个点的 好 我们看一下 IP138 查一下 本地局域网 是北京的吗 本地局域网 那就是大网的一个 一个本地 北京 电信通 这个还是电信通 查一下这个 要多走这个大网的局域网 那就很快了 本地局域网 这就是成立网之间的一个局域网 然后看最后的地址 腾讯吧 对吧 腾讯 这个就是Windows的一个路由跟踪情况 Windows的 这儿我有 你看trace 而且我这也是放前边的 这是Windows的路由跟踪 路由跟踪 我们说了 它就跟踪各个路由器 它们之间的情况 因为只要到广义网 就是路由器了 trace 然后就Telanet了 Telanet看端口看不开 端口看不开 3W点 一天天点 欧挂计 等我看不开 也就是说 从形象比 Ping是高速公路 整个也没有修通 然后trace 是你跟各个高速节点 有没有通 各个节点之间 比如说山东 山东高速 然后到湖南 这这这段也没有通 然后湖南到江西也没有通 江西到福建有没有通 它是一个点 一个点 就路由 路由之间 然后Telanet Telanet就是直接 通过上述的一个 通过了之后 然后到达对端的服务器 看他有没有开这个服务 Telanet Telanet 提示的时候 除非有那种超时 就是不同 一般所谓的不同 就是这样的 一直在连接 然后告诉你打不开 这就是不同 你看我NGS 端口号的服务都流出来了 当然了 检查 检查端口 还有别的命令 可以用NMAP NC 等等 如果端口 如果这个地方 如果不通的话 而前面两个都通的话 就是你服务没开 或者防火墙给挡了 检测端口通不通 常见有三个命令 Telanet NMAP和NC 你知道Telanet就行了 现在 如果要不通的话 就是服务没开 你这个80服务没开 或者这个端口不存在 你是在8000上开的 第二个就是防火墙影响 防火墙阻挡了 第三个就是 但这一般来讲就不常见了 你服务监听的端口 不在你连接的IP上 你监听的是本地 另外一个IP的端口 然后你连接的是 其他的IP 这样就不行 你就拿SSH来讲吧 Nestat-Lntup Grap SH 你看到他这边 四个零是啥意思吗 你在你的电脑上 在这个服务器上 绑100个IP 访问任何一个IP 都能找到他 有的时候服务是允许你 虽然有一百个网卡IP 但是你这个服务 可只绑定在某一个网卡IP上 这样他找其他的IP 我就不响应 是可能有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还有一种就是 你的运营商 现在有这么干的 就机房 他默认不给你开端口 就他给你拦了 你得申请开什么端口 他得给你开 这种机房多吗 老风 跟买的增生服务 他有这种情况 我知道他们有的机房 就这样的 好像一般都是小机房 这梦认不给打开端口 这种还是比较少见 然后Windows的跟踪路由 我说过了 这块看有什么问题吗 高速公路有没有通 个节点有没有通 这应该就是说 让不让你过了 这就是一个具体的服务了 这么几种排查方法 时间过得很快 再把抓包工具给大家说一下 抓包工具 16 抓包工具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抓包工具 就相当于在你们家 到老男儿就在端工室一样 有的时候 你跟你妈说 你说 老老男儿就学习去了 搬到家 你把书包一扔你去你去打游戏 上网吧了 那谁知道你 干啥了 对不对 那我觉得要有个跟踪的工具 看看 那边 给你家长打个电话 说OK 竟然让你来上这席 来上这席了 那我这边你得办公室等着 看你有没有到 我发现办公室没到 怎么办 我到地铁口等着 看你有没有到 我到你家 你上地铁口等着 我看你有没有到地铁口 我在你的必经之路的每一道关卡 我去监听 看你有没有通过 这种情况下就要用抓包工具 抓包工具就是TCP dump 我们举一例 指定协议 指定端口 我们来抓个包 先看一下网卡 我们指定ECG1 网卡 我要抓SMP协议 SMP什么 就是ping 然后现在我拼了吗 我没拼 没拼就没反应 那我现在拼一下我这个机器 看 就反应了吧 你拼它就没反应 你看我停了 它就没反应了 但是它那个ping 你能看到有个什么 我聊笔记本电脑 请求了我这个虚拟机 那这虚拟机有没有应答呀 无プライ是应答 你再应答了 我也没有收到啊 你看我也有收到 所以就是有去有回 这是一个正常的通信过程 有的时候你经过了多极路由 你发现有去没回 就不通 OK我拼招零不通 那这时候你要就 你就要检查了 你ping经过的第一级路由 有没有到 第二级路由 有没有到 你ping的服务器上监听 有没有到达服务器 然后回来的每一个点 你可能都要监听的 这就是TTP大 将来你做跨机房的业务 那你必须要这种监听 就一步一步去监听的 再加个情况 这是北京 这是上海 这是天津 你看那有三个机房 然后这机房的内网服务器 这是内网服务器 然后大家都通过网关进行交货数据 这是网关 那比如说这台机器 它要隔在这台 这个机房的这个机器通信 你看这就设计到很多路由了 你看我自己的网关 我公网的路由 公网路由你管不了 你没办法 你没有权限 但是到你的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那你想想我要做一个ping的话 那首先要在这个ping结果没有返回 我怎么办 我先看有没有到达这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看有没有到达我对端的网关 然后看有没有到达这个地方 然后已经到了 但是我的禁聘 我这个服务器正在禁聘了 那你在这地方一监听 至少这四个点 每个点上你都要监听一下 这个协议它有没有有没有来 有没有去 这就是ttpdump 能把ttpdump玩好的人不简单 Nmap可以扫描 然后对应于windows的软件 就是有什么wire-sac sniffer 还有克莱的网络分析系统 有这么几个软件 Linux就是ttpdump 抓拨 这是没有过 有没有回 有没有回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还没讲完呀 继续讲啊